另外一个就是大陆驻美大使馆 其实之前好几次提醒中国公民 入境美国要小心 那他4月8号又发布了一个调查 从2021年7月到现在为止 总共统计 被美方无端滋扰还有盘查 而遣返的中国公民将近有300人 其中有一些明明是哪有合法的一些文件 合法签证啊 留学生也不行 就超过了70个人 甚至被带到什么一个小黑屋里面 黑黑的小房子 连番盘查超过了10个小时 检查你的手机 检查你的电脑等等 所以基大使怎么看待 当然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 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我想就是一种 基本上就是一种 对中国大陆的人越来越不欢迎的 一个指标 你都在那边住了20年了 他又不是今年才开始 去跟斯德哥尔马中国大使馆 去联络嘛 对 那过去这种行为一定存在啊 而且说实话 他接待中国大陆官员和商务团啊 事实上这没有违法 对 你像美国的这个 在台湾的也可能会 美国籍也会接受 也会接待美国的派来的这些团啊 或者是一号访问团啊 这个其实在我们在就是说 终于要访问上 由当地的侨民出来的安排接待 那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啊 所以还蛮让人震惊的 就是说驱逐这个动作很大啊 但是驱逐连个好理由都不用给 这些理由我看都非常的 不构成驱逐的理由啦 对 他从中国大使馆收到相关费用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帮你接待 对啊 他如果说是刺探这个好 或者说去这个好 这个想办法从事间谍行为的话 那你可以用比较严重的方法来处置嘛 那事实上他在网路上发展文章 如果他是亲中国大陆话 那有什么不行啊 对 这是他的言论自由啊 对啊 那另外他接受到 四国大使馆的相关费用的话 那他可能是出稿费啊 这个都是都是有啊 这个我不觉得有什么间谍的行为 构成 而且一个在那边住了20年了 我相信他不是这两年在做这件事 对他已经做了很多年这种事 过去为什么可以 现在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就是伊朗 我就说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好 瑞典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转变嘛 那么他也表示 也表示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不友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背后有这个 当然最后整个的带这个风气 当然是美国 当然是美国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一样啊 他现在你看短短的这个好 这个两年之间两年多之间啊 他就没有理由的 对不对 他也是遣返你这些 对 持中国大陆护照啊 包括留学生啊 这些留学生还有学生的身份啊 对啊有合法证件啊 而且使用的方式都很粗暴啊 他还把他抓到这个好在海关啊 当场就不给你入境啊 比如这个学生回去探亲 然后回来的时候要回去上学了 到了机场他就当场把你遣返了 取消你的护照 当然照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移民法规啊 他移民官员是可以当众给你遣返的 任何国家都可以 可是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 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是对中国大陆啊 基本上是态度上不友善 然后造成一种怎么样 对大陆的这些相关的人员啊 我觉得啊 是持有什么 持有这种怀疑的态度 不过他没有进一步的 就是说这300人的每一个case 我觉得中国大陆他应该有个研究一下 到底都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比较多 那本来美国基本上对这个中国大 对这个非欧洲移民的 尤其中国大陆这个移民 就非常非常的怎么样 就非常非常怀疑 我记得在80年代 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突然查封了什么 这个全美国的安良工商会 这个安良工商会是这个 我们这个老桥界他们最重要的一个 重要的桥团 从清朝开始 清朝开始 那可是那个 这个安良工商会 他过去他就是在桥团里面 他有什么 他叫除暴安良 他是维持桥社里面内部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和平安全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好 等于自助式的组织 80年代 那时候因为美国有很多的什么 他而且他是对美国 在美国合法登记的 他们有很多的房产 我这一次去释迦哥的时候 哇那个最大的房子 最大的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安良工商会 可是美国因为那个时候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叫 非法移民比较严重 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安良工会 结果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式起诉 跟司法调查的时候 查封所有美国安良工商会的财产 对最近不是美国这个政府也定了这个族裔的分类吗 这个亚裔还不行 要被细分到国 所以当然这个影响其实可以很大 那很多人 很多尤其是中国在美的 不管是移民等等 就认为接下来是不是华人会单独被拉出来被歧视 所以整个排华风怎么看 我觉得这就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我不愿意用排华 这基本上叫排华 而且美国老百姓 这还是政府在排 我告诉你 这个韩战一开打 你知道在美国的枪上出现什么事情 从东到西 美国的白人冲进中国的 不管是旧金山也好 牛在枪杂趟 这样中国人就打 这就是美国 他有很强的种族意识在里面 那你如果你中国大陆跟美国为 变成美国的敌人的话 那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大陆的人 中国人 不管你几代 你都会受影响 那么我记得一年多前 在美国华府 这个Brookings Institution 很知名的一个智库的一个学者 叫李成 他告别美国 他在美国待了二三十年 也是美国公民 布鲁金斯 Brookings 他上海人 他也是从大陆去的 结果他辞去美国这个工作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他感觉到 虽然他已经变成美国公民了 可是他周遭环境对他的敌视 跟对他的不公平 所以他现在在香港 香港的这个好像科技大学任教 所以这个就西方社会来讲的话 他一定迁怒的 他才不管什么人权 不要讲什么中美对方 之前COVID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定 那时候讲说起源武汉 结果老板又搞不清楚 就被打的不止中国人 还有日本人 越南人 韩国人 被打的一大堆 美国社会本来就很暴力 那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他这是政府的一种怎么样 一种采取措施 已经在暗指中国人 是会对美国人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些举动都是这样 虽然COVID他是民间的 但是架势讲得很对 这个感觉像是政府带领的 对不对 包括吸收了族裔分类等等 对 好 非常重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德国专利 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a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